今天的这个上海天气还是非常不错的 在襄阳南路附近来逛 跟他们老板来聊一聊天 好久没有过来喝咖啡了 看它里边已经开始在打招呼了 肯尼亚的冷泡 加上汤粒水水蜜桃稀釉 现在是我们自己做的 感觉他有点怕人 是吧 他胆子比较小 有点胆小 他认得我了 你是我见到我喝咖啡最快的人 我吗 不是 你这边咖啡好像是10秒钟就结束了 我的天哪 他这我就没见他喝就没有了 太牛了这个 太牛了这个 我 我感觉看到感觉感觉也都起 真的 你看 真的是 Coffee Surround 是在襄阳南路的一家社区店 店里边大部分都是熟客 有的熟客一眼就能看出来 因为一进门 店里的狗狗就会打招呼 社区的咖啡店 就是能传递这种小小的温暖 沿着襄阳南路一路走来到Sleptown 喝了喝巨富长区的咖啡 社区的氛围依然很足 小小的店门口站满了奇形的爱好者 店里边坐的也都是老客人 再走几步走到附近的East Coffee 因为里边坐满了人 所以我就站在街边看看街景也不错 对面有一个小海鲜店 生意挺好的 之前毕岛带我去吃过 你看它的里边 现在已经排挤队了 买个大洋角吃 还有这个看起来也不错 你看 一个我以前蛮常来的一个店 他们店我感觉现在恢复的还差不多 还是可以的 坐吧台吧 我喜欢坐吧台 如果计算是一个很重要的 你也不知道在哪里 你听说 我还 你会 做些什么 Smile 快 好 我 来这边配几把我们的这个工作室里边的药匙 确定两个 对 两个 北京西路 还好你来了 我准备关店 现在开店是一个负担 然后你又不能很自由的想走就走 有可能会回去 但还没完全决定 因为还是有朋友想要找我合作做一些项目 我的天 我今天第一次来 其实这期视频之前 我是想把视频的调形做的稍微轻松一点的 但是在亚马路的时候就偶尔看到这些转让和关掉的门店 就会带着一点点伤感或者是不舍 这些狮子那个时候老麦告诉我说他也是专门从外地找人运过来的 敷了这个小院 但是看到街道越来越多的人流 感觉上海正在一点一点的恢复往日的活力 这些东西 你刚请太过回来的 对 回来的有一个多月了 我没办法给你打折 因为刚刚上新的 不用不用 就一个这个一个这个吧 我的这个响了应该是好了 我的一个冷脆应该是 有没有杯套 没有 没有杯套 我点了两杯冷脆的咖啡 一个是它的普通的冷脆 还有一个是他们的特别的冷脆 它这个冷脆是带一点咸味 然后呢可以加牛奶 也可以加燕奶奶的冷脆 喝起来蛮特别的 蓝瓶咖啡上海店 我是第一次来 他们刚开业的那段时间 我刚好在泰国 所以当时就没来 回来之后就特意过来打个卡 买点咖啡豆试试看 这个店的选址和建筑真的是挺特别的 那这栋房子是之前静安区玉通面粉厂的宿舍 那他们也保留了原建筑的很多原本的风貌 把它改造成了这家蓝瓶子咖啡 回到上海见的同事们朋友们一起聚餐一起逛店工作 遇到了不错的咖啡店能多点几杯咖啡就多喝几杯来支持一下本地的咖啡店的生意 那我心里边也突然萌生了一个想法 我们能为上海本地的咖啡店做些什么呢 可能接下来找一家不错的本地的咖啡店 联名做一些咖啡的产品 帮助他们来进行一些线上的曝光和销售 我们能做的也只有这些 Coffee is not serious but life cheers Coffee is not serious